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育政策记者会以巩固根基 培植创新为主题 针对现在这个国小代理教师的比率高 高中多元师资不足 幼儿园的师生比过高等现况 提出了三大面向主张 持续以政策诉求台北市民的支持 首都选战倒数两个月 引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公布教育证件 针对三大面向主张 包括降低国小代理教师比率 高中共聘师资编列经费调降幼儿园师生比 不足现行不足之处 那第一个我们看到近来大概代理教师的问题被提出来最多 在国中小 事实上本来是有8%的代理教师的员额 但是在台北超过50%以上 是超过了8% 那当代理教师多的时候 代理教师多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一个问题 就是代理教师的权益 就会被抹杀 那当他权益受到抹杀的时候 其实教育教学的品质相对的低落 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在结构性上面做一些调整 准备要把代理教师比例拉为8%以下 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情况 那结构改善的 教育也会得到改善 那相对还有代理教师 因为他是代理 他一年一聘 最多只有两年 工作不稳定 心目不可以说是学校里面完全掉了 不是说不好 结构的问题就会产生教育品质的问题 所以我们想要去把它相对的改善来 那第二个 他学校都是用教理来代理教 或是监行正职 监导师 监行正职 这一些 工作不稳定 工作质就多 就会好好报仇 学校的家长对他们信心似乎也不足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不够报告 所以在国中小里面在根基上面 我们觉得这个 需要把这个结构再来做一点补强 那至于在 这是国中小 那高中在108年 我们的多元课纲开始了之后 是一个好的方向 事实上要让教育更灵活 让大家能够有在多元学习 那很多项的一个选修 那有校定的地修 很完整 那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可以让学习能够更好 那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就也就是说 很多样 很多样 老师的报告 但是老师的报告呢 不是 全部都是固定全部的 所以相对的量也不是那么大 我意思说 这个好 这个选修的课程 可能我们不是专校 这大家来选择 可能说10个20个 这来选择 那你大家的校都要来聘这个老师 那相对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大概用这样子 等于是附近的 所以让他有一点像是大家合作用共聘的方式 那由市政府 市府这边来做一个规划 让这个哪一个学校聘哪一些老师 然后互相来合作 那这样在最少的人力下 他可以达到最大的一个效果 那这是我们高中在因应108年课纲 既要达成就是100个课纲里面 希望的一个目标 那也能够减轻学校的负担 让他变成可行 那教育的品质也要来提升 那另外在幼儿园 我们长期一直都是1比15 1比15 那1比15其实老师要顾 实在是没有顾 现在孩子 我们就知道像我以前小孩没想到 对不对 老师划的 不要再招一招就招一招 现在已经无理由这一招了 现在都是很人性化的 所以1对15 我们认为在教育的品质上面 代理的照顾的品质上面 都比较稍微不足 那看到先进的国家 其实大部分都一定10以下了 那也当然我们因应实际的情况 那因为这有失智的问题 那学校还有那个幼儿园 金语的问题 所以我们准备编列大概5000万的费用 那在这一任里面逐年的改善 希望能够达到现在 市府现在已经在做 他们现在准备做时间嘛 500万做10件 我们现在想要给他较快的 较多 所以差不多可以做到100件 变5000万 然后最后在技职的体系 技职的体系 技职的体系 其实是在我们教育中 变成一个模糊的空间啦 有的人把技职 跟产业做建教的合作 这边能够设一些奖项 与奖励 鼓励 那如果要出国去比赛的时候 那也可以资助 补助相关的一些费用 让学生在上面得到荣应感 那自然这样子 技职教育就会导向一个 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向来 陈时中说 以前教育的目标是会读书 但现在还要有才艺 具备语言及输为能力 更重要重视身心灵发展 以前追求标准化 如今已在翻转中 要让小朋友们快乐多元学习 然后再创新 创新大概是两个 基本上台北大概 英语的教育也做得不错 但是全面性上升不足 但我知道他现在正在发展中 那但是呢 从英语教育里面 大概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 所以需要有很多的资源进来 怎样让国外的学生来台湾 学中文的 或是一般来学的 那怎样跟我们来合作 到学校里面去寻回 跟大家能够产生 这个沉浸式学习的效果来 然后另外在数位学习方面 这里面很重要 他们提出一个混沉学习 那混沉学习词的 就是说在 等于是跟学生拎财私教 那有落后的可以及时补强来 那现在看起来很多县市做得不错 昨天陈老师也特别给我提 说台南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那未来我可能跟台南 跟黄市长那边来取经 看怎么样把这地方好的方式再引进来 另外呢因为这是一个学习里面 其实有教材的问题 那还有老师的问题 老师有些相关的落差在 学生有老师也会有 所以怎么样 做一个辅导团 去跟老师沟通 让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数位学习的能力 都能够提升来 另外要设立一个多元创新的教育园区 在这里在一个园区里面 其实也等于是让各种的实验的教育 都在这个场域里面能够来进行 那互相观摩互相来学习 然后最后 当然其实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人其实都很重要 那我们只能说在特教这边 也不能被忽略 虽然它是非常的不容易做 但是我们更要 每一个学生都不容忽略 所以里面 我们要充足我们的助理员 来补助教学 那提高专业的陪伴时数 那当然我相信这个也会被 我们的对手再来批评说 这个是要花钱 我也知道是要花钱 可是这个钱你不能不花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人 能够帮忙辅助 那教育不管从生活面或是在教育面上 它都需要 所以不能因为这需要花钱 而让这东西的缓慢 那当然有些协同的教育等等的 这是数位学习的伙伴 双与数位的学伴 这里面指的就是说是 我们可能有一些 比较相对有的目标群 还是只有一些退休的老师 可以来帮忙里面 能做一对一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学习 让我们的特教的学生 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 陈时中强调 教育环境的改变 对老师教学者的压力增加很多 因此对他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唯有支持教学者才能产生整体力量 将来一定会全力支持学校和老师 公布根基 黑子创新 每一个学生都重要 年底选举进入了倒数阶段 台北市长选战三强鼎立 候选人无不冒足权力拼选举 不仅要勤跑基层 努力端出政策牛肉 更要争取选民的好感 立委费洪泰认为 蒋万安明代出身 广纳民意 加上诚恳认真的个人特质 相信会将台北市带向更好的未来 距离年底九合一选举剩下六十五天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白热化 陈时中 蒋万安 黄珊珊三位候选人 每天形成满党 不仅要勤跑基层 努力端出政策牛肉 更要争取选民的好感度 与蒋万安同事立委的费洪泰认为 蒋万安明代出身 广纳民意 加上诚恳认真的特质 相信会将台北市带向更美好的未来 蒋万安委员有他的特殊的人格特征 他很诚恳 非常认真 而且做事情有头有尾 我想在立法院将近七年的时间 慢慢让大家了解他 同时也就肯定他 这次台北市的选情 三强鼎立 平常讲不太好选 但是蒋万安委员 他的个人的人格特性以外 我们所有的市议员 大家都联合起来 都动起来 再加上我们中央党部 还有我们立法院 大家都开诚布公的 大家谈如何来促成这次选举的胜利 我想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来克服 但是我想还是候选人的本人的人格特质 蒋万安真的是 我是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我相信他日后治理台北市的话 他会用脚踏实地 把台北市带向更好的一个前程 尽管与对手陈时中和黄珊珊相比 蒋万安少了政务官的历练 但费洪泰认为 基层团队动起来做蒋万安的分身 就能成为最强的后盾 我想除了他本人以外 他的团队 以及我们所有的市议员 立法委员以及我们各地的志工好陪伙们 大家都做他的分身 把这个意见 从选民那边汇整以后传达给他 最后让他变成一个决策 我想这就是亲近选民的一种方法 同时也融合了大家的宝贵的意见 如果他一个人要去面对260万人 那不太可能 只有他的分身 像立法委员 市议员 里长 大家都广纳亚言 请听民意 我想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面对竞争激烈的局势 三位候选人都不敢掉以轻心 极力提升在选民心中的好感度 才能在选战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记者陈淑萍 林奇慧 台北报道 科技业高薪福利家 限杀了许多上班族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高达5成8的受访者 对于抢进科技业跃跃欲试 而过去向来以学历 作为选材依据的科技业 对于非高学历相关科系的上班族 只要掌握要领 还是有机会挤进科技圈的窄门 科技业高薪福利家令人称陷 不过究竟上班族是否人人都想挤进科技圈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高达5成8受访者 对于抢进科技业跃跃欲试 只有不到三成表示没有意愿 想要从事科技业主要原因 有近8成4是因为优渥的薪资待遇 不过想要领高薪 除了具备优秀外语能力 筛选学历向来是科技业的选材依据 但非高学历相关科系也还是有机会 抢进科技业 根据我们这次的资料库盘点 可以发现说在去年同时期 这个工程师的工作机会数是9万笔 但是到今年来到了11万2000笔 这成长幅度是来到了年成长25% 那当然跟这个人才外流 还有相对来说各大厂都在招募职缺 这个抢人抢得很凶 当然国外的订单不断地在增加当中 相对来说也让这些科技大厂相对的非常头痛 那当然在这边我们也提出建议了 其实过去大家都会以这个学历来做初步的筛选跟盘点 但其实在现阶段有很多的科技大厂 他们已经改变了做法 首先是从程学合作开始 可能从私立的科大或者是私立的大学 开始来预约人才之外 另外当然还有在这个就读工程学系的女性来说 我们从2009年到2019年来看 当时是32% 现在来到了36% 所以由此可见 这个女性工程师的这一块 还是可以打破框架 来多运用一些女性的人才 那另外还有不见得一定要是本科系出身的人才 才能进入科技业 像我们知道说有很多 有可能财块专长的 或是法务专长 甚至是贸易专长的 其实都有机会做一个跨领域的 去说比方考证照 又或者是修习自己的外文能力 来进入科技业 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觉得说 一定要念相关的科技或者是工程类 才能够进入科技业再抢这一块大饼 像我们知道说有很多像是 区块链相关的金融科技类 其实呢在目前科技大厂也很需要了解金融业的人才 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又兼具金融方面的长财 他们可能就会考虑要转进科技业了 因为呢相对来说工时可能差距不大 但是呢这个薪资幅度可以调升的跨度又更大了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就会有这样子的向往 大学念文组的江小姐原先从事 金融工作大胆转入数位部门 那那个时候其实在分行的时候 就是有慢慢觉得蛮多事情都会往那个数位化发展 然后零贵的人其实也慢慢做是减少这一块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会想要往资讯领域 那那个时候其实算是比较没有什么资源 所以我自己的话就是会利用下班时间去进修 然后也是想说就是想办法先进入相关领域 那进入相关领域的话就可以去做中学 那第一个的话也算是会比较了解里面的运作 然后跟企业会比较想要哪方面的人才和技能 其实进入相关领域的话 那就会认识相关领域的人才 然后如果下班后进修的话 有卡关的话也可以去询问同事 那这一块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是非相关领域 想要往资讯页的话会有两条路 就第一条路的话就是能够先去做进修 然后再转子 那第二条路的话就是先想办法进相关领域 那做中学的话也可以去学经历这样子 因为刚开始想说就是一开始想说会不会这个产业就很有就是憧憬就对了 然后后来觉得这个产业就是薪资会越来越好 然后就想说往这个产业发展 因为一开始我高中的时候是读资讯 然后后来就听慢慢听老师来说觉得这个职业可以 就是不会跟铁饭碗差不多但薪资也会跟铁饭碗差不多的价格 对甚至比铁饭碗还高 那我就想说那我觉得我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 以薪资方面来说 对然后后来也是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动手操作 然后就往这个方面继续发展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有考取那个证照 就学校辅导我们考取证照 然后它是就是在工厂可以碰到的那些机台 比如说打线机或者是写割机或者是上片机 这些是我们在其他地方碰不到的 但学校有辅导然后我们就去考取证照 然后可以用那个证照 然后去让公司想说可以比较容易上手 黄若薇建议想要转战科技圈的非理工背景求职者 首先要建立自身的外语优势 并找出人资费用不可的理由 如此一来才有机会挤进科技圈的载门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Home Plus中家宽评在地影像赔利与证件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等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证件简张QR Code 由徐正泰执行长带领的极致机械工艺联盟 擅长将回收的汽车费金属零件 透过设计再度蜕变重生 在台南的观光工厂 拆车梦工厂的委托下 他们设计出许多文创艺术品 让到访的游客大开眼界 也对于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环保概念 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就是徐正泰执行长带领的 极致机械工艺联盟 所打造的金属作品展示现场 地点在台南的观光工厂 拆车梦工厂 里面满满的布置 都是用回收的汽机车费金属零件 所创作的各种文创艺术品 让到访游客是惊叹连连 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让人仿佛进入了外太空奇幻世界 又像是进入了魔法师的世界 这些作品都是由观光工厂 委托徐正泰 与极致机械工艺联盟的好手们 将回收的车辆费金属零件 透过创意设计制作 再度蜕变重生 来推广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环保理念 让游客觉得相当艰巨环保与创意 最主要是我们可能在过程中 我们都觉得说回收 就是只能 就是到回收场 然后之后再利用的话 就是再制作成新的东西 其实看到这些东西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 我们不一定要真的 也有另类的回收方式 就是我们再把它做成艺术品 然后再赋予它生命 那其实还不错这样子 然后是很有创意的那个 一个行为 一个方法 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觉得 像这些东西原本都要被丢掉了 但是它现在结合了 就是跟这边的艺术家结合 然后它又重新赋予生命 我觉得看起来就很漂亮 可以激发那个 就是小朋友他们创意的 想法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这些东西可以 就是这么有创意的 变成是一个 基本上就是一个 美术馆的概念这样子 然后又结合 旁边刚好就是拆车的地方 那其实它就刚好结合说 我们其实 我们东西不是丢了就丢了 它需要经过 一点串的一些程序 那我们经过这些程序之后 才会变成我们可以回收的东西 那顺便也可以就教育 下面的小朋友这样子 就是回收 都不只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然后我们回收之后的东西 也可以让它非常有意义这样 因为我们一进来的时候 就有看到那个珠雀啊 然后白龙 白虎啊 就是青龙白虎那些就有四个 然后我们就很赞叹 觉得 你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可以有另外的艺术创作出来 然后美到一个地方都是一个惊奇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 就是用一些汽车零件所去打造一个世界地图 那它是使用特殊的铜锈工艺 就是水跟火的元素 所去融合而成的 它有点仿生锈的感觉 那你们有发现台湾在哪里了吗 台湾在那边是比较不一样颜色 它主要是由金属融解形塑而成的 那就是因为代表台湾在大家眼中 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给它一个金色的颜色 去做区隔这样子 拆解下来的回收车辆 还可以做成创意家具 可以变成书桌 椅子 床与吧台 各种有趣的创意让人大开眼界 它就是宾室 那它是宾室1320的 其实是一个后超厢的部分 后车厢杆 那就是我们回收以后拿来再做使用 把它打造成一个吧台桌 对 它一个吧台桌的风格的桌子 对 就是一个蛮好的运用这样子 户外区域也可以看到 用废弃的车头做成的烤肉架 以及用各种废金属零件 组成的酷炫摩托车 吸引孩子们游戏探索 另外DIY手作区也是热门区域 游客可以体验 用废弃的金属小零件完成作品 让亲子透过手作 加深对环保的认识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DIY教室 那我们这边有跟我们汽车零件 做一个结合 那打造一个环教课程的概念 那这个主要的话 它就是使用变速箱的齿轮 所去打造的一个补梦网 那就是搭配羽毛跟一些毛线 然后去做一个搭配 那有点工业风的感觉 因为小朋友他本身很喜欢热膏 所以就是带他来这边认识一下 就是车子啊使用到最后回收过程 然后他其他的零件 可以做什么样的二次使用 对就是教导他除了平常在家里面玩乐膏以外 其实其他的东西做回收之后 也可以再次的利用 比如说创作 对所以就带他来这边自我创作 这样有一个启发吧 因为小朋友平常就是读书补习安清班 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有独立思考的时候 所以我就刚好看到这个 哎很特别 因为拳手好像有这边 对是做那个回收汽车的 再次利用跟艺术创作 我觉得很棒 观光工厂结合匠人们的巧手 推广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理念 实际观察 透过各项创意作品的展示与推广 的确让环保教育变得更活泼有趣 也让每位游客收获满满 记者陈淑萍台南报导 台北南港分局 查获一对情侣党的身上 发现了安非他命和毒品吸食器 而对于警方的盘问 男友是当成甩锅 说毒品不是他的 女友是当下变脸 直接在园警面前狠踹对方 气氛相当尴尬 没东西了 警方拦下机车盘查 身穿紫色衣服的女子 面对园警询问 似乎有点心虚 自己搬哪 没关系 你拿出来 原来女子身上常有毒品 被园警逮阵着 结果她开始实施柔情攻势 你拿出来 你都要办嘛 我可能不要办 上去有东西不要办 女子不断求饶 但人商巨货 园警怎能够轻易放过 问这些东西拿完了 站在你旁的男子 全部都推个一干二净 女友一厅当场暴怒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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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干嘛 没有认为被对方背叛 把包包扔一边 甚至对着男友拳打脚踢 身旁远警健壮 立即上前制止 这起事件发生在台北市南港地区 远警巡逻时经过他们 发现两个人一看到警车 立刻加速离去 远警上前盘查 果然起出了安非他命和毒品吸食器 南港分局就终派出所远警 日前盘查一对骑机车的情侣党 与女子所背包包内查获毒品吸食器 质问两人时 双方互相谢责 女友暴气当街狂打男友 警察该理性情侣党为 辖区内列管毒品人口 平日出双入队 当天两人共乘电动机车闲话 见警车经过心虚欲加速离去 警察觉得有意上前盘查 并于正女随身包包内 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一组 两人相互推脱 当街大声争吵 到机动处甚至还对 里南全角相向 最后经警方制止 并将两人待反所侦办 警方调查 群力量被查打零工为生 平时出双入队 这是因为被查获毒品 难有当下水锅行为 也让女朋友翻脸 情侣党当街上演权武豪 年底即将进行九合一选举 为了要进化选前治安 警政署实施全国同步扫黑速抢行动 动员全国警力9357人 破获了47件的犯罪组织 共查获了47名制评目标 逮捕了234名的帮派成员 要遏止黑道帮派干扰选举 及黑金会选 各式改造枪械摆满整桌 让人看了心惊胆跳 为了进化选前治安 警政署实施全国同步扫黑速抢行动 动员全国警力9357人 破获47件犯罪组织 查获47名制评目标 逮捕234名帮派成员 并破获改造工厂9处 查获各式枪械94支 以及查扣不法金流约218万元 近日国人被诱骗到 捷补在从事诈欺案件 这个人口范例 结果行政举及各县市警察局的清查 目前滞留在捷补在 或者缅甸地方 具有帮派背景的国人 总共有242人 那这个从他的一个 滞留的一个比例来看 那帮派所占的比例是相当的高 那因此我们研判帮派 进入到这个人口范例 一定有一定的一个程度 那因此为了要斩断这个人口范例的这个犯罪 以及供应链 所以刑事局就发动 全国这个扫黑行动 那这次这个帮派 总共查获到47个组织 281人帮派分子来盗案 另外其中也有13件 以及43人的帮派分子 进入到这个人口范例的情势 那因此警方就针对这些国药的帮派 来再打击 那这一次的人口范例 帮派被进入到人口范例的 竹连 四海 天道 峰辉沙 还有其他地方组合 这43人的涉及 那以后警方也不会联系来再扫荡 这些帮派分子 另外近期发生激起的一个枪击案件 那为了遏止这些枪械的供应 以及斩断它的源头 所以刑事局也通订各县市警察警 来同步扫荡枪械 那这次扫荡的枪械 总共有94支改造枪支 以及9处的一个地下改造工厂来查破 那相关的这些违法的刑事 那警方一定会再继续追查 溯源它的源头 包括如何进来 如何改造 流落到哪里 都是我们要溯源要打击的 那有建立连底的一个九合一选举 国内的治安的维护 箱形非常重要 那因此警政署也会针对 国内的这些树枪 以及帮派的危害 持续一波一波的一个扫荡 来维护连底的一个选举治安 刑事局清查改造枪械来源 锁定开设玩具模型枪垫的 郭姓男子设有仲嫌 专案小组经长期跟肩搜证 查获他所长力待售的 99把模拟枪 本大队分析近年来 射枪案件所使用的枪械 发现多属模拟枪加工改造 使用的子弹多属 市售空包弹改造而成 改造后的枪械 其性能与自射枪械 不分宣制 在清查相关放售模拟枪 民主舰的商家 锁定云林某家玩具枪垫 清查下游的一个买家 发现确有改造枪弹的嫌疑 案件 抓获小组在查知这批模拟枪 存放仓库的地点以后 在云林嘉义等地 共查扣模拟枪99支 另外我们巡线 也查获了下游 购买枪支改造的拨信嫌放 同时起初改造的 MK18 突击步枪一支 冲锋枪两支 手枪两支 子弹及大批的改造工具 全案引起新北地检署偵犯 涉案的三米嫌犯军招 裁定羁押禁建 那我们这次所查获的改造长枪中 有一把比较特别的 是MK18的足起步枪 那这把步枪 原来是美国海军 军械部所研发制造的 那是专攻相关的执法单位 来使用 它的改造的难度 比较高 那性能威力也比较大 那目前 这个是我们国内 所见查获的 MK18 突击步枪 那相关的执法单位 大概包括我们刑事局 还有海军署等单位的特勤人员 也有在使用 那这次即使的来查获 避免它流入市面 造成人员 生命财产上的一个损失 刑事局还查获以徐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 指挥旗下成员在社群软体 创立假冒粉丝专业 张贴广告吸引民众上钩 在诱骗制投资平台注册投资 清查共有40多人受骗 财损高达2000万元 刑事局国际科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和分局一起合作 侦办这个 独联邦民人会 从事诈骑集团工作的这个犯罪行为的查信 那本次行动的时候 我们先分第一波跟第二波 第一波的时候在6月份 增破这个诈骑集团 里面有四名的机首 那他们从事的是假投资诈骗 他们的手法是先在LINE 还有Facebook上面 投放广告 吸引被害人能够轻松赚钱 投资 接下来到第二步的时候 就由第二趁的机首 吸引这些被害人加入 虚构的这些投资平台 另外还在加入 把他们拉到一个群組里面 由水军去灌这个讯息 表示在这个舞台上面 获利丰厚 来吸引他们再继续加码 那当他们发现这些被害人 有兴趣在进一步投资的时候 就会再把他们特别的拉与私人的群組 然后去告知他们 如何再加码投资 就可以赚取更多的钱 那当这些被害人发现 他们一直不断的挪钱下去 看到平台上的数字增加 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办法 辱出他们自己的钱的时候 就开始向集团的人反应 一旦这些被害人发现自己受骗的时候 这些警团的棋手 就把他们踢出群組封锁 那他们用这样子的手法进行诈骗 根据我们专案小组的清算 已经有多达40名的被害人受骗上当 那在第二波的行动当中 我们就根据这个第一波行动 掌握到的施政 去抓出这些警团上游的干部 那凭分三路 去查过总共亲民的犯线 警方表示 九合一选举即将在11月26号投开票 为二子黑道帮派 以暴力或黑金干扰选举 将于选前持续查气改造枪械场所 以及黑道帮派不法活动 确保选举的公正公平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为了要改善环境卫生 南港区万福里积极进行后向美化 其中玉城街140项目前已经完工 里长相当感谢居民与店家的配合 另外里长也很关心交通安全 配合市府在重要的入口 事办画设彩色彩色标线行穿线 提醒经过的车辆慢行 维护行轮的安全 画面现场是玉城街140项 原本是老旧杂乱的后向 在万福里里长林建华的争取下 已经完成后向美化工程 首度结合市府的城市美学规划 在水泥铺面压上了花纹并上色 让后向摇身一变 变成城市中一处美丽 可以散步停留的空间 而施工过程中 里长也特别协调克服了许多问题 让后向的环境焕然一新 同时也解决了环境卫生问题 这个是在益城街140项 这原来是一条比较老旧的 因为两边都是老旧的房子 还有防火项比较杂乱 那礼办公室这边就协调置物 把冷气一致性调高 那我们也请微公处 因为这边卫生下水道是左这条 所以金费是由卫公处来施作 在花开以后我们才发现说 这边的瓦斯馆非常老旧 所以要把瓦斯馆全部都更新 那未来我们礼办公室会在这个立面的墙壁 做立美化 还有旁边整条后向来做立美化 也达到我们台北市政府要求的后向美协 城市美协 我们希望每一条防火项都是非常干净 那礼民不要去占用 因为它防火项还是有它防火的功能 逃生功能 所以这个不要堆放杂乱的东西 所以礼办公室在协调置物的时候 也虽然也遇到一些困难 不过也感谢礼民非常配合 后向改善之后对环境是非常有改善 因为当时我们也请卫公室 把所有的水沟全部更新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 以前水沟是没有盖的 现在是整个益柱 所以只留排水孔而已 所以整条防火项就变大了 而且也比以前干净的多了 另外里长也很关心交通与行人安全 配合市府在同德路上 行人频繁通行的重要路口 试办画设彩色标记行川线 希望提醒经过的车辆慢行 维护行人安全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新公寺 目前在推广 这个重要的实质路口 因为这边刚好是晚上热热车停放的地方 所以行人穿越非常多 所以现在新市的行人十字路口 都画这种 目前在推广这个 要加强开车人的一个警示作用 那你们看了也觉得非常新奇 这个事实上也有它的效果 大家看到这种斑马线 就表示行人非常多 应该车试应该要减慢 让行人优先来通过 因为这个地点离红绿灯比较近 所以它不能设置红绿灯 所以只能在现有的新人穿越线上面 我们再加强它的警示作用 目前看起来是效果相当的良好 对 我刚开始的时候 通常人家看到人家都会觉得 哇 好特别哦 很与众不同 然后这样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就会发现说 这个路口跟一般的路口是不一样的 对 这是离场的idea吗 没有 这是我们目前在推的 哦 我觉得这个 重要的十字路口都要 这样很好 这样很好 因为这个地方还蛮长有一些那种状况 对 因为它刚好这个交叉路口 有的人都会没注意 就测试冲得很快这样子 那这样子它不同的造型 刚好提醒用路人说 他会发现这边跟一般的路口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 行人比较平凡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有做到警示的作用 有哦 有哦 让它抽出 我觉得有达到那个效果 有效果 因为还有人曾经有说 哎 现在有立体的那个搬码线 对 对 所以这个一期一礼 我们目前是示范的 在万福里做示范的 非常好 非常做得很棒 谢谢 对啊 对啊 很用心啊 里长关心基层大小事 透过基础建设一点一滴的完成 希望不断提升万福里里民的各项生活品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吉永市政府耗资三千多万 针对暖东峡谷园区的环山步道 广场修气区及导览指标等设施进行改善 甚至还规划了亲子留滑梯 好玩又好拍 暖东峡谷全新体验出发 请检采 在金融市长林又昌 立法院蔡世英 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 产业发展处长黄建峰 与市议员林敏勋等人共同检采下 整修多时的暖东峡谷油气步道正式启用 这项耗资三千多万的观光工程 有四大亮点 包括入口异象 多处广场休气节点 手作步道及导览指标 这一次我们也以不破坏生态的方式 以手作步道的概念 做了一个比较自然的步道的整理 所以我们这一次把整个小环的部分 大概有1400公尺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我们把它整个重新做整建 第二个部分 我们在入口异象的部分 大家知道我们的淡南古道 就是以双扇绝作为异象 而整个软东峡谷大环小环所交织起来的整个软东峡谷也很像是一个双扇绝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我们特别在入口异象的部分 打造了双扇绝的入口异象 我们针对我们广场的节点也做了很多的整理 第一个是我们入口的暖心广场 这个广场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一些整理 包括停车场的部分 还有包括它原来的这一个入口整个的廊带它的走廊是没有办法遮雨的 那这一次我们也一并做了整理 同时也把这个双扇绝的异象放在整个暖东的暖心广场的这个广场上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这一个服务的中心 那这个部分可以说是西东驿站 那这个驿站基本上它是位于进入大环跟小环的一个服务中心的节点 所以这一个广场我们也重新做了一些整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翠霞广场 这个翠霞广场过去就是只有几片的这个遗留下来的遗购在这个地方 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旅人 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休憩空间 可以在这边休息 所以我们也针对这个地方呢 做了一个翠霞广场的规划 那这个翠霞广场我们是做全宁市的一个服务的规划 立法院蔡司应跟协同市议员李敏勋等人 抢先体验这一处以园区景点滑步为灵感设计的亲子溜滑梯 直说是很棒的亲子互动设施 蔡司应强调未来如果有机会接棒 将继续推动软东峡谷二企改善工程 我东西还有两条 一条给小朋友滑的 一条是泥姿比较大的滑 那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大家彼此的情感更加的快乐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户外的 空气也非常的好 那尤其是有很多的芬多金 所以司应非常推荐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那未来司应也会来努力推动软东峡谷的二企工程 让这个地方不是只有机能爱玩 也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观光旅游区 尤其是它是具备一个历史意义的 淡南古道的中路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陈一路走到上方百年土地公庙的 金融市长牛昌表示 软东峡谷是淡南古道中路 也是重要的观光休闲步道 金融市政府近几年投入很多资源 针对步道 凉亭及指标等公设施 进行全面整修 加上串联周边露营区及大金农场等 游济景点形成文化路径 希望吸引国内外游客亲自来体验 软东峡谷之美 说实在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滑铺 觉得非常的有特色 那这一次的小岸的步道 也把到滑铺的一个路径 把它做了完整的一个整理 那我上次走到土地公庙那边 我其实是很想撩过那个K 就是这个走到这个西的对面 然后再往前面走 因为那个整个山市 我觉得是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漂亮 很吸引人 那不过大家听市长这样子讲 可能没有办法 这个真的去感受到 我建议大家还是亲自到 我们软东峡谷这个地方 来走走看看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 观消柱方面表示 软东峡谷分别规划有大环步道及小环步道 其中小环步道全程约40分钟 大环步道则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民众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与状况选择最适合行走的路程 轻松体验软东峡谷丰富的生态与自然美景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道 HOME PLUS 中家宽评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啰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几五十位牧生惊传了一起溺水意外 昨天下午四点多一对父子下海细水 56岁的父亲突然遭大浪卷走 救生员见状紧急下水展开救援 人被救起时已无生命迹象 送离后仍然宣告不知 大五轮沙滩发生了溺水意外 救生员将男子救上岸进行CPR急救 救护车抵达赶紧将人送离急救 事发在二十一号下午四点 一对父子到外木山细水 五十多岁的爸爸突然被水流带往深处 一转身人早就没了踪影 二十多岁的儿子紧急向救生员求助 暗巡也到场帮忙 无奈人被拉上岸时 就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对 他就是游游游到那边 然后遇到应该是遇到流吧 流出去 然后我们就划毒木舟跟人过去 然后他一直流到右侧那边 然后就呼吸行李后找不到人 结果又被流进来 因为我们是在水桩阿海星从岸上过来 他流进来 我们就上来做CPR 五十多岁的父亲送离抢救 但仍然宣告不治 回到岸边 救生员在岸边竖起了红旗 就是要提醒游客 为了安全起见 千万别下水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照电影来看 吉永市政府进行中正路建物红砖屋 修复活化工程 市长林又昌和立委蔡世英 水产实验所所长陈君如 产发处处长黄建峰 持锤集砖 期盼工程吉祥圆满 未来成为清创富裕基地 三二一第一招 基地昌龙工程顺利 基隆市长林又昌 立委蔡世英等人 共同持锤凿砖头 为中正路上这座水产红砖屋 启动修缮工程 吉祥圆满 这座红砖屋建筑 原为农委会水产检索的房屋 建于民国三十七年 因为基地年久失修 市政府完成了建筑物的耐震评估 及空间设计作业 未来将进行建屋和空间的修建 打造青年的创业核心基地 立委蔡现在都发处也正在进行 整个正兵街区 廊代的一个规划 所以当刚刚在讲的旧一会大楼 一直到正兵旧派出所 以及色彩屋 还有这个水产的这个红砖屋 完成之后 我们启动街区的一个载造 就会把这样子一个效益 再往旁边周边的社区 来做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扩散 当然也就可以改变我们周遭老旧社区 整个的一个生活和金额品质 日前有开过关于地方创生的一个记者会 是因为来的主张是四大创生的基地要开发 包括我们的正兵 包括我们的这个委托行 然后等等的许多地方 但是其中一个就是青年创业的基地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市政府跟水市所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也非常感谢水市所愿意将这个地方 让出来 可以让市政府来做后续的开发 开发完毕之后 就是我们的清创的基地 那这个清创的基地 就是让地方创生能够注入这个地方 那我刚才除了这个地方之后 我特别在提醒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港公司之前有盖了一个育城中心 目前正在跟市政府在做后续的这个使用的方式 那我还是主张那个地方 应该要推动育城中心 作为另外一个港公司的海洋育城中心 让所谓的地方创生能够遍地开发 那我觉得这是对基隆的产业发展 青年的返商创业 是最有帮助的一件事 红砖屋修缠工程 约250个日立天 预计明年下半年完工 未来透过红砖屋串联 正命与港 伪创聚落 将带动正命郎带街区的发展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民进党金融市长参选人蔡世英 提出了人型环境改善政见 包括了庙宇公共空间等 持续改善无障碍设施 邀请专家学者实际勘察 并选定优先示范区 推动人们友善环境改善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亲自推着轮椅走无障碍设施 民进党金融市长参选人蔡世英 提出了人型环境改善政见 在基隆的庙宇里面 千安公司少数完成无障碍设施的庙宇 那对于很多的需要这样辅助的朋友来讲 他们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性 那所以我是因为来有机会来接棒 又昌市长的位置 来担任基隆市长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来推动基隆市的庙宇无障碍 空间无障碍化 那我希望让所有每一个来拜拜的信徒们 不会因为他身体有什么的缺陷 或者他身体有需要服务的过程当中 他能够完成他心灵上的一个寄托 应该不要说我们身上者 因为我们走向老年化的社会 所以说有一些老人家要出来的 还是要就医什么的 我跟他讲这个无障碍空间 其实是很需要的 对啊 包括人形友善环境 架空缆线地下化 出席的基隆市议员同志委 和西区议员参选人陈君佐 提出未来的规划 过去这几年来推动的电感夏季 已经在某些地方已经推动了 那是因为未来 也要继续把这件事情 列为重要的工作 继续持续的推动电感夏季 然后也把整个人形步道的这样的空间 把它做得更完善更好 那第三个就是在我们基隆的重要的区域 建立一个无障碍空间的示范区 那透过无障碍空间的示范区 让所有的身上朋友 每个需要的人 甚至是有家长推英格车的朋友 他们在这个地方都能够享受一个 非常好的人本的环境 那今天我选择这个时间点开记者会 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 就是希望城市不是只有车子在走 城市应该是以人为主 以人为本的一个城市 那是因为来希望 我们可以建构一个基隆 就是让它一个以人为主 以人为本的这样的城市 过去人海区是非常早期开发的城市 从日治时期开始 那南龙路呢 是在没有高速公路 基隆跟台北往来之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省道 所以过去的观念跟概念 是从汽车为主的规划 来的规划道路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应该回到以人为本 所以南龙路长期是两侧 没有这个人形空间 那我们今年呢 特别跟蔡市应委员合力 在中央争取了这个 3000万左右的经费 内政部营建署的补助 那我们这是铁三角模式 蔡委员中央争取经费 那我在地方协调工作 那市政府政策支持 那我们从南龙国小 作为核心 会从两侧延伸 做人形步道的空间 包含这个人形道空间 会扩大到2.4米左右 那我们岛头呢 譬如说南龙国小下来 它有一个岛头 然后沿接到对面的取水街 我们会把这个人形空间 那个叫什么 人形穿越道 把它缩短 让大家都可以好走 感觉是舒适 那血统也是安全的 未来呢 我们会从 像我们今年做好了 中一路的地下道 未来我们会把市中心全部串接在一起 希望透过步行城市的推动 改善我们仁爱区的步行环境 那未来我们蔡世英市长 如果有其他地区要重化的时候 一定要把人形步道 还有地下电缆化 纳入我们的设计以及规划 因为曾经在武器重化区 因为没有人形步道 发生公车 把那个上学的小朋友的脚 连过去 因为武器重化区里面 有一个深美国小 那边孩童非常多 包含新丰街的孩童 也来深美国小上课 所以人跟车混在一起 很容易发生危险 力挺蔡世英的政见 包括金融市不动产 既都市更新学会理事长周胜杰 建筑师工会理事长连贵金 野百合文化促进协会 常务监视杜宝荣等人 都出席记者会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青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